叶索 不是从天而降的天使 不是无损任何的船舍 更是刚刚在上的荣耀 没有人天生清大 没有人天生勇敢 欢迎大家 没有人天生闪光 只如你我挺身而出 才有英雄 心有努力 眼中有光 10月17日起 每周日晚七点半 向你致敬 为英雄高歌 就是我这样的正常 祝你 吗 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江 黄河 满沧江 三江的人头 有一群扛枪的守护者 守护藏龙羊 守护可可稀里脆弱的生态 其中一位叫丘培扎西 丘培的舅舅和父亲都是可可稀里更早的守护者 丘培十二岁的时候 舅舅索南达杰牺牲在盗猎者枪下 丘培十六岁的时候 父亲扎巴多杰也因保护可可稀里被杀害 长大后 丘培自己也成为了可可稀里的守护者 丘培 你生命中重要的两位亲人 都因为选择成为守护者而牺牲 是什么样的信念 使你也继续成为了那片土地的守护者 一年有近三百天 在环境恶劣的生命禁区里巡逻 高海拔 超低温 巡逻车随时可能抛锚 在无人区一困好多天 三个人靠着分支两根火腿肠 靠喝车折硬力的雨水活下来 丘培 是什么样的梦想 让你承受艰难 甘之如鱼 那里有凛冽的风 狂暴地倒彩倒立者 那里留给你一身的伤痕 还有梦里都在回响的枪声 丘培 你战胜了多少恐惧 才成为了一个如此乐观的勇敢者 仅以我的歌声和一整座音乐厅的敬意 献给守护者 丘培 我就希望把他帮助你 它营造成就是朋友家里的一个客厅 那样放下居住吧 让它尽量放松的这样去聊天 但是呢 我其实不太会聊天 您好 您好 谢谢 您好 那个 来 来 请来这儿 好 您请坐 好 谢谢 对 您是希望我怎么称呼您 是邱培老师还是 都可以 叫邱培也行 叫扎西也行 那我要不叫邱培 好 好嘞 对 那邱培你好 我是今天的致敬者 尚文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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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是同龄人 我们都是八二年胜任吧 对 我是八二年 我也是八二年 还是有点紧张 很多朋友说 你有时候去上电视 他们也看 说我发现你也不紧张什么 我说我经历那么多事情 我上这个舞台 我说凯巴掌 我只是去聊天 又不是去上战场 那还真是 我觉得 在今天一开始 我就觉得我比较紧张 我心目当中的英雄是你 邱培 我就是个放羊的 还是个放羊的 我就是个放羊的 很多人问过我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保护藏羽 我们知道藏羽羊它的特性和它的对这个整片区域的一个重要性 藏羽羊其实是一个最弱的一个物种 但是它是这个镜子它底下最底层的这一块 因为它的上面就是它的生物链 所以它是一个生物链的根基 它是基础 明白 它是一个基础 所以说它的数量多了以后 其他野生动物的数量再增加 因为保护了藏羽羽 现在科科西里已经非常好了 它的身境也变好了 它的身体也变得完整了 健康了 然后我们整片区域它是一个健康广态 藏羽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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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 真的是这样 这是对世界的贡献 而且现在国家提出来 要把生态放在地位 任何发展之前 这就是青山绿水 这就是金山银山 其实是给他们 留下一笔遗产和财富 我觉得青山人 对于可可西里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 一种意义上的一种守护者 咱们的家族 其实是跟这片土地 连接在一起的 从灵魂到精神 都连接在一起 今天在这里 我应该先要 唱一首歌 我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小星星 它对我来说也比较特别 因为是一三年的时候 我去了一次可可西里 我也认识了 可可西里这个地方 接触了那边的人们 今天你是我们的英雄 我来向你致敬 谢谢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请听愿望和秘密 眨着眼睛都甜蜜 一闪一闪亮晶晶 向低声说我懂你 如果孤独想哭泣 让我带你去梦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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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绽放 虽然渺小不遗忘 最赞的勇敢多深大 一闪一闪捉迷藏 谁的笑声像铃铛 在枕头下放下 变成翅膀到天上 到天上 到天上 一闪一闪 当我年少时 独自闯到很远的地方 像九月里一只孤独的响鸟 追逐着梦想 也会迷失方向 但不会悲伤 因为我有希望 给我勇敢的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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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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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听完这首歌什么感受 詹希 用清澈来形容可以吧 青藏高原 蓝蓝的天 然后白云多多 在那个青山绿水那种地方唱 肯定你更能放开你的嗓音 那秋白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进山是什么时候 是跟着爸爸一起进去的吗 是 那个时候几岁 等于是14岁 14岁 跟他们一起去巡山 然后就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巡山队员 14岁就是标准巡山队员了 这么多年就在你就是接替这个父辈这个工作当中 你遇到过最危险的情境是什么 我们每一次巡山都生一次 很艰难的一步 你是在无人区里面工作的 你所面对的就是你前不着痛后不着痛 因为你没有后院就九几年的时候 九个人压结五十多个人 我拿了那个录音机 叫录音第一 然后就因为它比较大嘛 我拆掉外壳以后一胶带一颤 它有点小可以贴身后 发生这个抓捕之前 我就把那个开开就放在自己身上 简易的直把这种鱼 对啊 后来我们回来 自私的直把这种鱼 对啊 后来我们就回来听 压结的过程当中到那个中途 我们就休息晚上了 然后就跑了 然后我们去追 他跑的时候也是我们莫说的 枪支笼带走 那个时候 跑的时候连枪这一块带走 对啊 盖住我听到了没有 天快亮了才看见人 在很远的地方没来 实际上那个时候 他就朝着我们转过来 就开始打枪了 没办法我们也 我带着一个队员 我俩就趴着一个队员 我以为是那个队员 打中了 后来过去一看实际上 他没打中我 一旦打到地上 然后石头跳上来 把裤子给撤不过来 其实在后听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后怕的吧 倒也没有 真没有 因为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那你就要面对所有的事情 那修培我问一个 比较深的问题 就是到现在为止 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最害怕的事情 打心底里面深深的畏惧和害怕的事情 有吗 已经是在这为了保护 这可可惜的生态环境 我们已经牺牲了两个统筝 不管是死到哪里 或者通过什么方式死 或者冰死或者是打死 把我的这骨骼 必须要杀到我自己的家庭 杀到我自己工作过的地方 真的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再回顾可能 几乎没有什么事情 能让我害怕 当两个亲人 都因为这个事业牺牲的时候 都献出生命了 你自己没有顾虑吗 实际上我原来有一个朋友 跟我说 你们家跟杨家将有点像 杨家将是写的那是故事 说真的人生都是父母娘 任何一个父母 都不会把自己的子女 甚至就是自己的亲人 接二连三地去 从事这样 具有危险性 甚至可能会夺取 你生命的这种工作 我母亲而且是极力赞成 让我去可可惜利 我觉得你的母亲 真的很伟大 就是即使在已经品尝了 这些痛苦之后 她依然决然地 这么全身心地 能支持自己的儿子们 还继续去继承这些事业 我觉得这不单需要很大的勇气 你的母亲也是英雄 英雄的家人 一样是非常伟大的英雄 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伟大的祖国 总得有人站出来 这个时代需要你 这个国家需要你 这个民族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站在最前面 能够告慰的就是 他们当初的这种牺牲 今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我觉得值得 今天导演老师们有跟我说 邱飞你其实非常喜欢听一首歌 叫《祖国不会忘记》 我试一下 试一下 在茫茫的人海里 我是那一个 在奔腾的浪花里 我是那一朵 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 那默默奋献的就是我 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 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不需要你认识我 不渴望你知道我 我把青春融进 融进祖国的江河 不需要你歌颜奔腾的心座 不渴望你报答我 不渴望你报答我 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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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渴望你报答我 我相信是 祖国不会忘记 祖国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 下节更精彩 由康师傅绿茶 荣誉献显映的向你致敬 现在继续 在茫茫的人海里 我是那一个 在奔腾的浪花里 我是那一朵 我可以忘记 感谢观看